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高安堂高老师 再度感谢您来到我的课堂上 那么如果你手上还没有这份教材 那么别忘了到我的博客 来下载 这个教材的来源就是来自我这本书 这本书呢 是在台湾出版的 那么叫做 安卓与面向对象就是 我们在上一个回合呢 所提到的 这个OOP的技术 那一开始呢 我这本书其实一开始是针对迁诸式的 这个人员 来写的书 就是Invedit 就是做这个写驱动的 他抱不问是用C 那C的话 比较缺乏这个OO的概念 所以我就想把这个 把它补起来 那后来呢 发现 也有很多这个 Android的初学者呢 也很喜欢这本书 他可以 当成强化 他对这个加瓦的 一种运用的能力 也就是加瓦 背后呢 就是面向对象的 一个基础 可以电力出 很好的基础 OK 好那我们现在 就开始 进入我们的主题 在这一章呢 我们就来认识 这个对象 这个对象呢 英文就是叫 Object 就叫Object OK 那这个 对象呢 有很多种 有这一个 自然界的对象 像 这个 汽车 还有这个房子 都是自然界的对象 那这个 自然界的对象呢 我们就要用软件 来描述他 所以我们就会 创建 软件的对象 来跟他对应 描述他 好 那么 我们要用对象来描述他 但是使用什么方法来描述对象呢 就是描述 这个 软件的对象 也描述这个 自然界的对象 我们要怎么描述呢 所以我们就写 定义这个class 所以我们编程写代码 就是在写class 好 那这个class呢 在电脑 他在执行的时候 他才会来 创建 这一个 软件的对象 所以这是在 Round Time 的时候 就是在执行的时候 就是在执行的时候 他才会拿我们写的类别呢 来创建软件的对象 来描述 自然界的对象 OK 所以呢 怎么去创建这个对象呢 就是电脑呢 使用 我们的类别 来创建这个对象 但是我们也要说 在类别呢 在我们的代码当中 要来说明 什么时候 来创建对象 这样子 那创建对象的时候呢 这个对象 摆在哪个位置 这叫做对象的参考 好像说 我们 开车是一个停车场 那 这个对象 就创建的时候 创建在哪里 创建在这个内存 这是Vemory 那这个内存那就相当一个停车场 然后我们创建的对象 相当我们一辆车子 一辆车子 然后呢 这车子呢 停在哪个位置 停在789 这个编号的位置 那这个位置 这789呢 我们一般称为叫 内存的 地址 内存的address 内存的地址 那这个又称为是这个对象 的一种参考 一种对象的参考 所以这个参考呢 英文是reference 那么有时候又称为 这个指针 英文是point 又称为是point 就是指针 所以 这个 在 这个 对象在内存里头的位置 就是 这个对象的参考 也就是对象的指针 OK 然后再来 我们要把这个对象 的参考 传给对方 传给别的 函数 那我们称为就是对象的 一个自并量 自并量 这个我们再说明 那么 我们在充电对象的时候 可能有一些值 要把它放进去 好 所以呢 这个我们称为叫做 这个initial value 就是出其值 或者出值 这个initial 的这个value 所以会把这个initial value把它放进去 那这个谁来放呢 就是构造式会来 做这个出值的设定 好那我们就以android的 程序为例子来说明 构造式的一种用法 跟它的长相 那么 在这个子类呢 也会创建对象 比如说我们在 上一个回合呢 也这个 看过这个 复类 叫做view 然后呢 我们会 这个继承下来 对不对 继承下来叫button 会继承下来叫button 对不对 然后button呢 他也会来创建对象 做button在创建对象的时候 他也会 要求这一个 复类的 构造式来创建一个 复类的对象 两个合起来 才叫做完整的对象 那这个就是在讲 这样子类 怎么来创建这个对象的 然后就以android 当例子 来说明 这个创建的过程 然后呢 接下来就把这个对象的概念 配上了 西加加加 因为我们在这里所谈的 配上的都是加 配上了西加加 OK 西跟西加加 都要配上去 好现在我们就来说明 自然界的对象 自然界的对象 就是很多 只要你能够 描述的出来的 你认识的 通通是对象 包括阳光 立野 铁路行人 通通是 所以呢 你应该是想一想 如果呢 你要问人家 你对这个 对象认识多少 你就请他 讲出三个 或者更多个 他所不认识的对象 他可能被你考导了 因为 他是 一般所认识的 通通是对象 其实呢 你可以假装不认识 比如说 我假装不认识 这个 什么叫做唐师 因为我不认识唐师 所以我就不认识 这个对象了 不认识 李白的相关的对象 甚至我对李白也不 假装不知道 所以他就不是我的对象 OK 所以呢 对象不是本质 而是我们认为 他是对象 他就是对象 我们认为他不是 他就不是 OK 所以呢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看 这个对象 有什么样的 一个特点 他的特点就包括 他有他的 这个特征 英文叫attribute 叫做属性 属性 等一下晚上就会来说明 那一种是他的行为 有他的行为 那这属性呢 比如说 这个猫 猫呢 猫有 这个 Cat 猫有这个 四只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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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然后这个 啊 这个 攻击 啊攻击 啊攻击有这个 啊有这个 啊头上有这个关 有没有 啊很漂亮的 这一个 对攻击 啊攻击 对不对 好 那这个攻击呢 有他的特征 那这个特征呢 我们称为attribute 那么攻击呢 早上会叫 对不对 会咕咕咕 会叫 那这个叫做他的行为 好 那母鸡就不会这样叫啦 OK 猫也不会这样叫 对不对 所以这叫他的行为 啊 对不对 会这个 啊 这叫早上 一大早 就会叫你起床 对不对 好 那这叫攻击的 一个行为 OK 那攻击的特征 就是他头上 有很漂亮的 这个罐 有没有 漂亮的罐 那猫呢 有四只脚 有四只脚 有没有 猫有四只脚 那鸡呢 有两只脚 有两只脚 这是他的特征 OK 所以玫瑰花的特征呢 就是他有刺 纤红色 啊 代表这个 啊 有爱情 他的行为呢 他会 这个 啊 喊包带放 会盛开 而且呢 会散发出爱意等等的 那鸟儿的特征呢 就是有翅膀有尾巴 行为呢 会唱歌 会飞 所以了解东西的特征 跟行为 啊 就表示对这个东西呢 有认识了 啊 有认识了 所以我刚刚讲说 你所知道的 能够描述出来的 东西都叫做对象 那么马上你就会问 那描述些什么 那就描述 他的特征 描述 他的行为 描述他的行为 所以呢 这就描述这个概念 尽管有些东西并不存在 但是呢 我们 啊 对他的熟悉的 那么也会认为他是 这一个 我们也会认为 他是一个重要的对象 他是一个重要的对象 譬如说 嫦娥是我们熟悉的对象 但是他不是真的 啊 但是 他还是对象 所以我们认为 他是对象的 他只是对象 不管 他是真的还是假的 但是对于未听过 嫦娥分裂故事的外国人来说 嫦娥并不是对象 OK 好我们再来 看看这个 刚刚看完的 自然界的对象 我们现在 要来看这个 Sowware的 object 软件的对象 那我们刚刚说的 这个软件的对象 目的是什么 要来跟这个自然界的对象 要来 做一个对应 就是第1个 对应到这个 这个自然界的对象 第1个 对应到自然界的对象 那对应是什么意思呢 要来 描述 要来描述这个自然界的对象 那描述些什么呢 那描述些什么呢 就是有两项 一个是他的 这个特征 那一个就是行为 我再说一遍 我们 做软件的对象 是为了来对应到自然界的对象 所谓对应的意思就是描述 描述自然界的对象 那描述些什么 就描述他的特征跟行为 好 那我们在软件里头 描述特征 靠的是 他的Data 靠的是Data 行为呢 靠的是 Function 所以我们就得出来啦 我们在写软件的对象 那么就是 要来描述他的 Data 以及他的 函数 那就是我们软件的对象 的一个 内涵 所以软件的对象呢 这我们Sowware的 Object 他的内涵就是Data跟函数 就这样推出来的 软件的对象 要来对应到自然界 的对象 那么所谓对应就是要来描述 自然界的对象 描述些什么 描述些特征跟行为 那特征呢 用什么来描述 用Data 行为呢 用函数 OK 就这么简单 所以呢 软件中的对象 就是由数据 跟函数所组成的 所以 资料 加这个函数 等于软体的物件 这是台湾的 手法 那这边就变成数据 加函数 等于 软件 的对象 OK 那传统上 数据是 以函数是分了自知的 函数代表一大堆的 这个代码 而另一项数据呢 他担任 就是处理 处理数据的动作 那数据是被动的 函数是主动的 那这看起来很合理 但是 一片数据常常会变黄 在随风飘漏 飘漏 这是数据的状态 所以内部的数据改变了 才有下落的行为 一只狗 因主人来了 改变狗的心情 才有狗牙尾巴的动作 因此呢 这个数据 并不完全是被动的 他常常是 因为有了数据的改变 所以呢 才会有这个动作的 比如说 你为什么会愤怒的打人 是因为被骂 OK 所以呢 被骂了之后 那是别人的行为 引起你心情的不舒服 对不对 心情不舒服 所以你会引起你的动作 去打人 所以呢 这个 行为呢 并不是完全 是 这个 这个主动来 处理数据的 反而是因为数据的改变 而 引发了你的行为 所以古典的观念 就分而自知的 并不完全合乎自然界的现象 所以如果软件呢 想满足人们生活的习惯 合乎自然界的规则 那么应该要修正修正的哦 所以我们就 将数据跟函数呢 把它 化0为整 把它合为一体 这一体叫做对象 然后 我们就 来 这个 边写class 边写这个类 来 来产生这个对象 OK 就是这样来的 就是我们为了 要来描述这个对象 所以我们才要写class 就是在 上一章就说明了 我们为了要 描述自然界的 对象 所以我们在软件上面 要有一个对象 那这个 来描述他 那我们怎么来 描述他呢 我们用class的 代码来描述他 所以软件中的函数 跟这个subroutine 这辅程式呢 扮演着模块的角色 所以人们能够 创造庞大的软件 就是说 我们过去呢 依赖的是把代码写在函数里头 然后再把它函数函数 跌起来跌起来 像砖块一样 把它跌起来 跌起来之后 就变成高楼大厦了 这是一个大的系统 大的系统 那 因此呢 我们需要 在这个建造房子的时候 我们需要 比函数 来一个更大的 一种砖块 那更大的 我们就是用物件 用对象 这样就对了 所以我们将 这个组成呢 这个上层的 就比较大的 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原来呢 用函数 他就是要把它组成成一个大的 软件系统 但是函数有点小 所以我现在 拿的对象 比较大 所以拿对象来 把它 创造出一个 大的系统出来 就是我们 从函数 把它扣大到对象 但是目标一样 都是为了来 创建 一个大的 软件系统 所以传统的 这个 程序呢 是直接由函数 所组成的 所以呢 但是 OOP的软件呢 就将函数 纳入对象中 就是 函数成为对象的一部分 再由对象组成 庞大的程序 就是 先把函数 放进去对象里头 再把对象 组织起来 成为 大的程序 那函数呢 隶属于对象中 那么对象中的 数据 它就 组合在一起了 就是 函数 函数呢 把这个函数 放进去 这个 对象里头 再跟对象里头的数据 有没有 对象里头也有数据 就组合成一体 所以 软件的建造 到概念是一致的 函数的角色 就是 对象本身 函数表达的 那在这个对象而言 函数表达的就是行为 那 Data表达的就是他的特征 OK 所以就 对象本身而言 函数表达的 对象的一种行为 那函数呢 它 可以 是这一个对象 里头重要的 一个 部分 因为它里头放的是代码 放的是代码 OK 我们来看看 这个欧阳修的试迹 就是一首诗叫 烈言 问花花不宜 乱红 归构 秋千气 那这个时候 我们今天就来问 这里头有几个 对象 其中一个对象就是 这个你主角 或者是男主角 对不对 然后 第2个呢 就是有花 还有秋千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 就来看看说 那有几个动作 这个问 问是一个动作 是谁问 原来是你主角在问 所以你主角呢 流了眼泪 这是 一个动作 第2个动作呢 他问 这是你主角的行为 然后再来呢 问花 花是一个对象 所以花的行为是什么 说话 虽然他没说 就表示他会说话 再来这个乱红也是花的意思 那么他会飞 所以呢花有两个行为 一个讲话 一个会飞 虽然他没讲 但是他会讲 OK 那他的确会飞 OK 然后呢 再来秋千的行为 要来要去要来要去的 所以呢 总共有 三个对象 就是你主角 花 秋千 然后呢 这个动词呢 就是 问 跟流泪 就是你主角的行为 那么 收花 跟 飞 就是 花的行为 那秋千 他要来要去 是他的行为 因此呢 我们就把这个 函数呢 把它放在 把这些动词呢 动作 都叫函数 把它变成 这个 对象 里头的 一个元素 所以你看 你主角这个对象 里头就 两个函数了 因为他有两个动作 所以呢 这个花里头也有两个函数 因为他有两个动作 那么 秋千 他也有 一个函数 因为他有一个动作 其中 Cry跟Ask 是你主角 对象里头的函数 他表达着他的行为 他的行为 那 say跟Fly 是花里头的函数 Swimming 是秋千的 对象里头的函数 那这样大家就 清楚了 好 接下来 我们来 看看怎么来描述 这一个 对象咯 那我们就要用 类 来描述这个对象 所以我们在写代码的时候 就是在设计类别 OK 好 那么设计类别呢 因为 在这个类别里头的每一个对象 他有一样的行为 有一样的特征 所以我们只要 写一个类别呢 就可以来描述 他里头的所有的对象 OK 所以呢 我们常在会问 这个 类别跟对象是什么关系 我们讲 月亮是一个星球 就是死一个 那就 一字二 是一个 那就表示呢 星球是类 这表示呢 星球 是类 那么这个是对象 OK 那嫦娥是一位美丽的神仙 所以呢 神仙 是一个 class 然后呢 嫦娥 是一个 object OK Picasso 是一个 艺术家 所以艺术家是一个class Picasso 是一个object 有没有 一样的 那贝道芬是一个因类家 因类家是一个class 贝道芬 是这个因类家里头的 class的一个object 所以呢 月球是对象 属于星球类的一部分 一个元素 Picasso也是对象 但是他的类呢 属于一个 艺术家 同样的画家也是类别 其中画家 艺术家群体中的小群体 就是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里有大小类 class有大小 你看得出来吗 这个艺术家 这个比较大 艺术家 然后呢 画家就小一点 所以呢 这个艺术家呢 他是他的 画家是艺术家的子类 B内家也是艺术家的子类 所以他有继承关系 这里要讲的就是 其中 画家是艺术家 画家是艺术家里头的 一个小群体 一个小集合 所以呢 这一个我们 称为 这个 他是子类 他是富类 OK 那 这一个 Picasso跟 张大千 这两个人都是属于同一个 子类的 就都是画家 所以他们有 共同的特点 就是 会画画 会画画 OK 就共同的行为了 所以软件中的对象 通常抽象 的描述 自然界的对象 就是 软件中的对象呢 就是用意 就是要来描述 自然界的对象 那表达 那表达他的 怎么描述呢 就是要表达他的 特征 跟行为 好 那这个特征呢 要记得他的英文 就是 attribute 然后呢 行为 然后呢 Behavi 然后呢 怎么去描述呢 这里是用 在软件里头呢 用data 来描述 怎么描述呢 用function 来描述 OK 至于什么叫重要特征 行为呢 就是我们 拿他的用数据 来描述他 这个用函数来描述他 重要的 这个 特征跟行为 那么类别就是 疫情有共同特征 特性的对象 就是同一个类别 他有共同的 这两项是相同的 有共同的特征 有共同的行为 所以类别的定义 所谓我们在定义类别呢 就是在描述 这一群对象 既有的 特性 就包括 特征跟行为 所以我们在写 定义类别的时候 就是在定义 这一个集合 这一个群体 它既有的 共同的 这个特性 跟行为 所以软件中的对象 是以数据 data 来表达特征 以函数 来表达行为 OK 因此呢 类别的定义 就是说明了 软件中的对象 并含有哪些 数据 以及哪些函数 所以啦 我们 在定义类别的时候 第1个要考虑的 我们要描述的是哪些对象 比如说 我 手上有一朵花 那我想来描述它 我手上有一只猫 那我来描述它 等等的 那 就第1个 要看看你要描述 什么样的对象 所以那 比如说 微朵花 那我就 定义一个class 叫做 这个class Ross 叫做玫瑰花 那么如果手上有一只猫 那我就想 来定义 这个 一只猫 如果心中有嫦娥 我就可以定义class 嫦娥 虽然它只有一个 但是 也可以 定义出一个class 来描述它 那对象有哪些特征 那这个时候 你就 了解它有什么重要的数据 譬如说 嫦娥 那么 大家马上问 今年几岁了 好几千岁了 你早会问他这个数据 就是 认他的年纪 年龄 那问他的身高 对不对 问他的生日 这个 birthday 生日 对不对 等等的 那么这个都是 都是他的特征 所以什么叫做特征 就是 像这个 他的年纪 嫦娥的 这一个 出生年类日 等等的 他的生日 还有玫瑰花 有他的价格 那么他的盛开的 月份 等等的 还有对象有哪些行为 这个行为呢 就像 就刚刚所讲的 这个花呢 会 会这个 讲话 所以呢 这是 会有哪些行为 那我们就来讲 说当这个 我们把这个 对象 把他人性化了 他就会有 我们就可以给他 赋予他的行为 我意思就是说 这个 对象的行为呢 他 有时候是我们人赋予他的 比如说石头不会讲话 实际上石头是不会讲话的 但是我们可以让他 在软件上面 可以让他 会讲话 OK 就叫做人性化 你人化 OK 所以那个 对象有哪些行为 所以我们 并不是一个 本质性的 所以我们说 对象有哪些特征 也不是本质性的 到底要找哪些对象 也不是本质性的 就是你想描述哪些对象 那些对象 你描述的出来 那个就叫做对象 所以 你要描述哪些特征 也是你决定的 你要描述哪 描述哪些行为 也是你决定的 你要无中生有 他的特征 他的行为 都是可以的 都是可以的 OK 所以像这个玫瑰花 你可以讲 他会 散发出 罗曼蒂克的情意 他本质上真的吗 这是人赋予他的吗 对不对 收出他代表何人的心意 这个也不是 玫瑰花出生的本意啊 这是人给的 收出他的价钱 那更是人给的 盛开的月份 月份也是人定的 那描述丘迁去 这个丘迁也是人给的 OK 那 描述 这的确 他在描 没有问题 OK 因此赋予人性后 这个 罗斯的对象 将比实际的 玫瑰花 更加的 Romantic 假设我们认为 罗斯的重要行为 就是说出他的颜色 因此呢 这里是用假设 我们认为他 应该有这个行为 那么 他就可以有这个行为 我们就可以 帮他 加了一个 s 这样的函数 所以函数是我们无中生有的 OK 好 那我们就 暂时先讲到这里 待会我们就 继续 来谈 怎么 使用这个 类 来 创建对象 我们刚刚说明的 都是 对象跟类的关系 那类呢 描述对象的 两个特征 一个就是 属性一个函数 那 我们在 下一节呢 就实际上 来 创建创建对象咯 谢谢 我们先休息一下咯